我在台灣學那個 十方大學研究所畢業 然後學中國兩岸關係 優秀 所以沒有 意思就是 當然搞笑是我們的工作一部分 但是我們也想要跟台灣分享一些 比較國際的東西 但是因為對面的人一直問我說 吳鳳 土耳其冰淇淋 好 對 你會冰淇淋 對… 你為什麼沒有買冰淇淋 對 就說 吳鳳 你會買土耳其冰淇淋嗎 我說不好意思 我不會 一樣的問題 台灣人去土耳其 因為就是那個華人嘛 你有沒有中國功夫 怎麼可能每一個台灣人 不可能是學中國功夫吧 是因為如果我們要改變 很有可能這樣子 我老了 50歲 我在電視看的時候 我問你啊 你們土耳其人會做土耳其冰淇淋嗎 那個時候我一定會把那個電視機 會炸掉 還在問 到時候還在問 對 我會想稍微有些變化 不能我個人的感覺嘛 我覺得說到這個 也是因為我們剛來台灣的時候 可能中文不好 去便利商店 然後跟店員說你好 然後他一定會說 你中文講得很好 過了很多年 學中文 可以溝通 中文進步 還是會就是做一樣的話 然後還會說 你的中文很好 你會覺得 這個人是不是在敷衍我嗎 他們想跟你找話題 可是這個人就是 我覺得一開始見面的 都會跟你聊這些 但是如果你們真的變朋友了 常出去的話 就開始會聊比較深入 對啊 我也 其實我覺得留手是還好 你看 我去 我們在這邊有這麼多 我去過這麼多的地方 我跟你說 我們在台灣對不對 我們在台灣 我英文很好 我德文剛剛那個德文字 我的德文非常的好 你這麼厲害 我剛剛跟那個盧卡斯 講德文的時候 他的反應不會誇張到哪裡 他說 五鳳 你的德文很厲害 我的德文真的是非常的厲害 但是呢 這個很正常 因為我學德文之類的 我來台灣九年 主持節目這麼長 然後還是 還有這個念研究所之類的 後來又遇到一個人 五鳳 你總會說得很好耶 九年了 如果我來台灣那個就是九年 然後如果中文是真的 難道不行的話 那就是我的問題吧 你也不要混了 對 因為我可以去美國 我不相信美國人會說 嗨 什麼事 我的英文很棒 沒有聽說嘛 說我意思嗎 一點